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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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来幕剧 我是主持人兔帕 从今天起我们要为您讲述听见梁山的故事 在去年夏天我们认识了一群热爱音乐追逐梦想的年轻人 他们是狼 狮威 快车和阿姨 原本狼和阿姨是一对恋人和快车组建了一支逆光乐队 后来阿姨为自己的音乐梦想放弃了乐队 也抛弃了他的爱人狼 出卖自己的身体换来了歌坛的风光 正当狼承受着爱情和梦想的双重打击时 狮威飞在了他的生活中 与他和快车重组了另一方乐队 在相处中 狼被狮威的善良和不离不弃所打动了 对狮威的爱情渐渐用着回应 两个人同时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之后 深深的相爱了 而快车则不可救药的爱上了苏曼 但是其实漂亮青春的苏曼 是一名夜总会的陪酒小姐 快车一开始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甚至侮辱伤害苏曼 而当她开始感觉到悔悟的时候 苏曼却选择了离开 最后在听见梁山的决赛中 阿姨不愿与长夺得了冠军 却因为吸毒进了戒毒所 离开了她所热爱的音乐舞台 狼 施威和快车并没有拿到理想的名字 但是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 他们都明白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爱人 比赛结束后 狼和施威留在当地 过上了简单幸福的平凡生活 快车为了爱情去大城市寻找苏曼 而在我们听见梁山接下来的故事里 快车所在的城市 要举办一场规模更大的音乐选秀比赛 我要当歌星 现在这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将因为这次比赛再次走到一起 他们会开始一段怎样的经历呢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 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叫做大地之子 是我最新创作的一首 这首歌呢 创作的灵感 来自于我的女朋友 莫测师威 来把这首歌献给他 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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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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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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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演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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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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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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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